来再欣赏一下法系 为什么才打十段宝石 你要打宝石你能不能上个十三段 吸收宝石很贵吗 你打不起告诉我 你哪个福气的 我说兄弟们有宝石的开始给我扔 咋地能跟你凑到个十一段啊 它这是法术吸收率加雷 因为雷鸟人自带的话雷击 还有持国选手的奔雷咒 它要归宿首诗 本身就已经牺牲速度了 速度只有161 宝宝拉起来的话有可能比宝宝还慢 直接来把首诗占在龙三位 吸收宝石是不是在宝石上人现在不卖了 所以说特别难弄了 十段的无级别 打的吸收宝石 17段的无级别光辉 17段的无级别高属性腰带 腰带是高属性 鞋子是高防御 然后敏捷还特意熔练了 减了三点 然后帽子的话 18段的无级别光辉 这三件装备就是常规的一百万 这三件装备 相当于它鞋子的四分之一左右吧 如果你不了解它鞋子的牛逼柱 你就相当于看 哎呀我靠18段 哎呀我靠17段 哎呀我靠10段 就这三个装备是这个鞋子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这一个鞋子等同于 12个高端的无级别 等于几十个常规的无级别 看一下武器 武器的话用17乘以个8 减去652 516 516 然后的话是体膜双加 比较高 然后再看一下 哎呀我刚才提到这个衣服的时候 我就想说那个无级别磁行 也是第一属性衣 兄弟们来仔细欣赏这个衣服 仔细欣赏这个衣服 284防御 体膜双加 无级别限制 磁行普度 以后做任务不怕死了 看这个衣服的综合属性的第一高 还戴个磁行270再加上4 我第一手时候的价格我记着 第一手那时候很早很早了 那时候无级别分动腰带才20多万的时候 这个衣服好像要35万 现在的价格早就不知道了 有人知道这个衣服现在的价格吗 第一手的时候是35万 就啥都没有 没有保时的时候 就很早很早 第一批 卖家要70 最后35万卖的好像 现在不知道了 现在 现在 无级别东西不好说 直接就突破你想象的那种 项链就是个例子 项链原来就是五六十万的项链 项链有一天再一个人价200多万了 卧槽 就是王线买那个谁的时候 买那个夜开的时候 我就随便问一下价格 我说两位大佬这么牛逼的项链有多少钱 二逼逼逼逼万 我觉得当时就呆住了 25加35再加上4 再乘以一个1.5 再加上96 综合属性380 综合属性 就是如果把体内房 体内敏力膜 乘以1.5 按照人数属性 1.5 乘以一个综合属性 最高的的话 380 项链的话 应该是239附近 325再加上22 项链大家都差距不大 差几点能力 有的是140带神龙 18再乘以一个6 减去108 239 看差距差不多 速度的话160多 但是打满临时的 天网地上可以挂机吗 这种号再厉害的话 天网地上也得吃药 他这种号 我觉得就PK还行吧 其他也就那么回事 这个戒指的话 就是以前的那种 国标的 双法暴击法商 估计也就是个20多万 也就20多万 是20多万不值钱吗 不是20多万不值钱 是因为老板 用20多万的戒指 最近出了个80万的 那个属性比这个好 那个防御23 法暴 9011 老板要不是有这个 早买那个了 这个耳饰 不过这个耳饰 燕照风雨 那个老板没有 这个耳饰的话 好 这个耳饰的话 报了三点 抗风加防御 抗风加防御 你看他们已经 69级已经不用 存属性的了 一定带点 一速带瓦防 龟速带抗风 像这种69级的PK 你们经常看到 有没有人知道 像这种抗性的话 会被一刀 一个当头一棒 直接干死吗 不客战 就大家平证 会一下当死吗 像175级 一下当一下就死吗 好 坐在步 拭桔 对 很钟 肯定 这种